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Online Science Camp太空編 今天會跟大家說說不同的月相 為何我們有時看到的月亮會彎彎 有時會彎彎彎 原來是因為月球會圍著地球去轉動 我們會叫它做月球公轉 月球本身是不懂得發光 所以月球所見到的光是反射至太陽 因為月球公轉 令到月球、地球和太陽之間的位置有不同 所以我們就會見到不同的月相 接下來我想小朋友和我一起準備這兩張工作紙 第一張是不同月相的樣子 第二張是不同月相對應的日子 接下來我會用這兩張工作紙 和這些模型去介紹不同的月相給小朋友看 接下來我們所需要準備的材料有 月相的明清紙 不同的月相 剪刀 和張護筆 小朋友當我們剪好不同的月亮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這個模型了 首先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月相是新月 新月大概會在農曆初一的時候出現 桌面上這幾個模型分別代表太陽、月亮 白色那邊我們就代表了被太陽光照到的那邊 跟著還有地球 地球上面這個小黏土就代表著我們站到的位置 好 新月就像現在這樣的位置 太陽光所照到的這一邊是白色這裡 但如果我們站在地球上面看 其實是看不到任何發光的月亮的 所以新月我們就會拿 完全不發光的月亮貼上去 好 然後我們就去到微月了 微月的月球就會移動少少 大概是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時候我們如果站在地球上面看 我們會看到彎彎的月亮 微月我們看到的月亮就像一條眉毛一樣彎彎 所以我們就會黏彎彎的月亮 在上面 記住有光的這一邊我們是對著太陽的位置 之後我們到初六 上延月的月亮已經是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看到的位置 其實就是一半發光一半沒有發光 所以我們看到的月亮其實已經有50% 所以我們就選一半發光一半不發光的月亮 所以我們會看到的月亮已經是去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看到的月亮已經是超過50% 所以我們就選這個 這個形突月貼在上面 接下來我們就會去到滿月 滿月的時候其實月球的位置就會去到這裡 所以月球的反光面其實已經完全對著地球 所以我們就會見到一個又圓又大的月亮 我們就選擇完全發光的月亮貼在上面 在滿月之後我們就會去到揮凸月 揮凸月我們看到的月亮就會慢慢開始暗淡起來 揮凸月之後就是下圓月 下圓月的月亮其實已經只剩一半的光亮度 而去到最後這個位置就會是殘月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月相模型 相信各位小朋友對月相認識了很多 如果你們想更加清晰地觀察天空 不妨可以用Donut Store的相同望遠鏡 在最後也歡迎大家Like Donut and Mail的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了 拜拜